滑雪让我打开了冬天的另外一扇门 凌冽的寒冬从此变得火热 充满着寂静的快乐 怀揣着对滑雪的欣喜与乐趣 让我从一个跌跌撞撞的滑雪小白 到一个依赖滑雪的丹丹女孩 我爱平花 因为它的灵动飘逸感 让我觉得更能突出女生的柔美 平花是我笃定的滑雪风格 它让我在不断地练习 调整 受伤中逐渐成长 每一次完成一个新的动作 我都有一种比恋爱还美好的幸福感 这是我的一些小成果 拿给你看 当然这些黑活都是我用以前的动力 换来的哟 谁说女子不如男 每一次痛苦的摔倒 都是为了再次站起来的良药 当我成功解锁新动作的那一刻 一切的艰难与痛苦都是那么值得 曾经那么胆怯的自己 竟然变得如此强大 是滑雪改变了我 滑雪 我不是最好的 滑雪展示了我的魅力 释放了我的天分 但从中取得自信和快乐 我却是最幸福的 变得已经到来的2020 我希望能够滑出更好的自己 在留言区留下你的心间愿望 我会邀请一位有缘人 来到处理滑雪哟 等你 再来到处理滑雪哟